啥时候开始啊 还是已经开始了 我们已经开始了 我现在没有特别满意的我们自己的专辑 因为我们始终不属于那种 可以十年磨一剑的夜队 我们还是习惯于去坚持 是几乎当下我们想要做的事 我觉得我们原来的创作还是比较依靠天分 但是我们现在的创作更倾向于平时的积累 现场的问题我们在设计的时候 还是要保留一点点危险性 如果说太容易就能完成的话 我觉得我们可能自己的兴奋度就会不够 现场的我觉得是更多的是在释放能量 录音师的更多是在于自己的细节 我们那种创作的可能性 现在用这种理性的方式记录下来 可以让我们避免很多那种感性的段子 或者那种当时一瞬间的灵感的流逝 有道理 我会说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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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 by bwd6 by bwd7 feelings you have no shame they're creating up inside your heart go out and find your shining star another stranger to divine can't cure your star,can't cure your star,can't cure your plastic star run to the stars,run to the stars in love with your empty heart with them on your show,that what you don't know,hears from your home,oh hey how could you know,how could you know,that then your instinct is dead what day more go out and eat STEVE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Stand down, stay calm I'll keep the dance,I'll lose it all No need to fight,they're on the right You still know,you're pretty now Stand down, stay calm I'll keep the dance,I'll lose it all No need to fight,they're on the right You still know,you're criminal Capture The Star 这首歌本来不是芬达的吉他弹的 但是当时创作的时候 我的想法其实就是我想要吉他的旋律 听起来有一点狡猾的那种感觉 刚好用这把Telly弹就刚好合适 它的高频就比较亮 如果是弹那种需要听得很清楚 颗粒感比较强的 它的声音就很脆 然后它由于宽度 它站的位置更准确 对 这个也是芬达的吉他的一个特点 就是位置特别的精准 就是它自己的特点 对 它自己的特点就是特别鲜明 就是一个标准 你像我们吉他弹的稍微多点的人 就是我们听一个唱片 这把吉他一出来 我就知道它是哪个芬达弹 其实这首歌就是一个关于追星的一个东西 对于快餐文化的一点讽刺 刚开始会比较像演讲 或者是一个名人 他在很高傲地说一些话 然后怎么样去那种沟通 然后它只是一个表象的一个东西 对 就我还是觉得通过你看到的 或你听到的 你去理解一个会比较有意思 我们的乐器的部分 如果大家直接get到那个点了 其实也不用解释 就对我们来说不是特别重要 就是对有的人来说 不需要在过程中 就好像要定义它 或者把它解释清楚 其实就对我们来说不用 然后就像我一样的一样的 对我来说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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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t thing you won't even clean I cannot feel your draining Behind your lying eyes Use me, abuse me, occupy Corruption, it fills my mind Crouch will always cover the lenght Are you forcing people to decide Will you hide your love behind your disguise Can't hurt you, don't care, steal the cure Will you prove your love with chaos Will you nicht so? U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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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Never Believe》是中大玩后算是一个很传统的摇滚乐的那种 就吉他Riff 然后带出来一个整个很长的音乐口子 然后到后面唱完之后最后再回一个Riff 的那种感觉 那首歌其实就是那段时间可能大家想做一点比较直接的听起来就比较摇滚的 我们到现在这个阶段已经不太去在意自己电不电子摇不摇滚了 我可能更在乎最近做的音乐是不是有意思 或者说是不是比以前更好一点 我们也没有特定说我们要做哪个风格要干什么事 就是我们只是想找一个一直存在的那种感觉 学习到更多东西过后 就是把我们想象里面的那种声音 然后通过我们现在的所有的技术的来发展出来 可能慢慢地我们发出的声音和我们音乐的所有的音符一出来 能让人觉得这是秘密行动 创作出来的音乐长在一起 是长在一起完全连在一起 就你换一个声音你都觉得它们不搭那样 其实它就是合适 最合适我们的就行了 就是没有说你这个声音是 好像你这张专机听起来就是在哪个时间段里面做出来的 就是比较模糊时间这个感觉 我觉得有一点那种怎么说这个 就比较代表性的 对比较代表性的 在比较代表性的 在比较代表性的 相当对性能力 h vic语 或是到底色谤 在比较代表性 尤其高Q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Stable sickness for you and me Suicide, emergency Convenience sickness for you and me As soon as you close the door Floatting left behind the shore Useless water on the spot I don't find something to go on So, so sickness The powerful sickness Suicide Emergency Protemos sickness for you and me Suicide, emergency Comedience sickness for you and me Emergency 這首歌應該是2013年 它其實算我們現在還要演的歌裡面最老的一波了 沒有有大的改動 對對對 基本上是照著差不多2013年的時候在演 因為我們當時是剛剛喜歡上電子樂沒多久 然後我們一起去香港看了Craftwork 然後比較受影響吧 就是當時我們還沒有加太多的 比如說合成器或者說電子樂的成分在裡面 當時還不是很懂 因為那場演出完全是對於我個人來講的 我覺得是一個巨大的轉折 並且我覺得對他們兩個彈吉他的方式 也有了比較大的改變 以前還是傳統的兩把吉他的怎麼彈 從那個時候開始在想吉他 也許可以按照電子樂的裡面的一些思路來編排 這個吉他我們兩個就是有一個相互的 合奏 對合奏的感覺 對對對 一把琴它給你一個什麼感覺的音色 然後你可能就會順到這個音色就會產生一個東西 早期他們兩個每次設備 只要一換就會有一幕新歌 你可能之前沒有聽過那個聲音 然後你這個聲音給你的刺激特別大 我們其實一直想要一個比較持久的一個聲音 就是人的耳朵在受到一定的刺激過後 他們不再覺得那樣的聲音很特別或者很好聽 然後現在這張新唱片 整個聲音越來越接近我們想要的那個目標 而且我們一直都會覺得 我們最好的作品應該還在未來